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 斯丹利曾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斯丹利曾 408-777-8900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7号 今天礼拜三 我是主持人周乐 上半场并且是onsite的嘉宾 是新屋的专家曾庆安 斯丹利曾 来到节目的现场 斯丹利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很高兴又回到节目中来了 并且是我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 是 不容易啊 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 是啊 看到你实在是很激动 然后呢 也让我不禁回忆到往事 就在22年前 当我创办了矽谷华人电台的时候 就诚恳地邀请曾庆安来讲 那个时候是讲新屋的贷款 是讲贷款 没有错 对不对 22年 22年就一晃就过去了 日子过得真快 是 那我相信每个人在22年都经验也更多 思想也更成熟 总之比22年前过得更好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也很高兴说在这20多年 下来在这个节目中能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的经验 我的想法 还有我这一行里面这些详细的内容 让大家得到一些知识 可以让自己在财务 还有房地产在贷款上面都有一些进展 对 好的 那我们非常珍惜每一个moment 尤其是大家在经过COVID-19发生以后 经过了很多事情是前所未见的 那当然在这个moment呢 老朋友见面总是互相互道珍重一番 好 那您觉得尤其是您特殊的经验 就是做builder的preferred lender 已经做了超过32年的经验了 这么丰富的经验 我想在湾区也没有多少人了 那您觉得在local的新屋的市场 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变化会是怎么样 我从事房地产贷款这一行 32年下来让我看了不少 这个各式各样的情况 那时间久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可以看到各个周期变化的情形 那在我看来呢 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有贷款市场 其实都是走周期的 周期呢 也就是说会上会下 我们先以贷款的情况来讲吧 我记得1988几年的时候利率很高 那个时候是40年前 40年前 那个时候 现在呢 又回到接近那个阶段 就是说贷款利率啊 其实那个时候虽然高 可是还是有人买房 那后来到了90年代就降了 降到10以下了 后来又降 又升 又降 又升 好几次 最后一次到去年2021 还有今年年初 降到了3% 这是前所未有的了 OK 可是现在虽然涨上去 我估计还是会下来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联储局现在积极加息的这个动作啊 是要尽量想把这个通胀压力降下来 那通胀压力是过去这40年最高 一旦把它压下来之后呢 那肯定他这个压的动作会造成经济萧条 很多人还说 这个也是联储局的目的吗 让经济萧条 倒不是 可是他这可能没办法控制的 伴随而来 是 所以我估计明年应该是会有经济萧条 有些人说现在已经萧条了 有些人说还没有 可是吗 有一些行业是 可是肯定会slow down 那这个时候呢 通胀普通胀压力会降低 只要降到联储局 他的标准2%左右了 那个时候经济萧条 会造成很多人失业 公司营运成长会减缓 那这个时候呢 联储局要做什么 就要刺激经济成长了 这也是他们过去几十年 一直做的事情 有好几次都做过 套路是吧 这是正常的运作方式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估计两三年之内 可能这个利率要降了 因为这是正常周期的走法 经济往下走 往往上走 这都是正常的情况 通常往下走 不会走太久 那往下走 你是说利息往下调 不会调太久 不是 我是说经济发展的趋势 就是recession 经济萧条 时间通常不会太久的 所以两三年之内 利率应该是会降 贷款利率 现在大概6.5吧 所以降到3 大概也不太容易 可是4.5其实还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可以重新贷款了 就是现在买屋的人 带到6% 带到6.5%的人 带到7%的人 那个时候都可以重新贷款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那房价呢 房价呢 当然我们知道在2021 这整年呢 涨了很多 那过去这10年 也是涨了不少 唯一稍微平缓一点 是2018 2019 那个时候也是 小幅度的这个调整 大概5% 那么现在呢 从大概3月开始 4月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减缓 那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是股市 尤其是湾区 房市啊 是跟着股市的 只是晚了半年左右吧 所以股市往下掉 然后嘛 最近嘛 利率上涨 再加上我们最新这个月 上个月开始有裁员的消息了 很多公司大幅裁员 那这三个加起来 我们节目上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这三个因素加起来 就会有房价往下掉的趋势 是有没有掉 当然是有 那掉了多少呢 大概10%吧 10% 那前几年的房价涨得太高了 是 其实只是掉回到合理的程度而已了 觉得还会继续掉吗 这个东西呢 是这样 在我看来啊 是这样子 房价掉 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是需求减少 地面减少 这不大可能 第二个是供给增加 这也不大可能 Land是不可复制的 这个第三个是供给 需求减少和供给增加 同时发生 这个是20082009发生过的 那个事情了 所以这个情况呢 现在是这样 需求是减少了 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原因 造成现在买屋的人 就是暂时不动 所以需求是减少了 可是供给也相对的也减少 这个情况在以前是不太一样 跟我们上次碰到20082009 2010那次四代风波 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那个时候供给一下增加很多 因为很多全国几百万户 发败物同时推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经济萧条 很多人没有工作 没有办法买房子 所以那个是很难碰到一次 就是说需求减少 供给增加同时发生 那这次呢 虽然需求减少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可是供给也同样减少 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很多人 他现在已经他自己住的房子 带到的款都是2.53%的利率 他换一个房子一下 带到6% 7% 他的这个负担一下增加很多 并且affordability就跟不上了 是 所以他可能不动了 所以他就不卖了 原来想要说卖掉换另外一个 现在暂时不动了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二手屋现在虽然看说 房市不太好 就是卖的不是很好 可是上市的房子也不多 现在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星期越来越少 因为现在碰到冬天吧 要过节了 本来seasonal来讲 现在就是上市屋比较少 所以这样听起来 并不是新屋的supply不够 您讲的是继承屋 继承屋是这样子的原因 那新屋呢 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呢 在2018 2019 那个时候不是有稍微这个房市减缓 就是新屋卖的 整个二手屋新屋都减缓了一些 那个时候呢 建商看到这个情形 他就说我们暂缓一下 就是开发 就是开发土地 做这个开发的工作 先暂缓一下 因为不太确定 等到他确定时候 又碰到COVID 碰到疫情 碰到疫情呢 很多城市 他的政府官员呢 都没有上班 下当 所以那个时候 他即使想要做开发的工作 也很难推动 所以在疫情这段时间呢 很多计划都停摆 原来想要做开发的计划都停摆了 然后再加上 那时候供应链很多问题 所以他建筑的速度也减缓 所以这几个原因 造成说新屋 不只是过去这一年两年 还有将来这几年 可以推出来的数量会少很多 哦 OK 所以您这样子来分析起来 您觉得房子的价钱 并没有下跌很多 因为实在是 刚才您分析的三个原因 造成房价下跌 还没有完全发生 您是按照这种道理来预测 房价不可能大幅的下跌 主要是是因为供给 没有 supply 没有一下增加很多 不像前几次 我们没有几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供给一下增加很多 那个时候新屋也有很多 是 因为我记得在2009的时候啊 还有新屋建商 他撑不下去了 他一个计划推到一半 撑不下去了 卖不出去了 那是也是拿出来拍卖的 我们到拍卖厂去 有一个拍卖厂 专门卖新屋的 哇 那个时候谁买到了 对 大发了 是是是 现在没有这个情况 完全没有 现在实际上 新屋建商 他也在同时 在减缓 他建屋的速度 调整一下这个行情 那他当然 他开发的速度 也减缓 所以嘛 这个情况会造成什么情形呢 未来两三年三四年之内啊 都会有严重缺货 嗯 缺货 缺少新屋 缺少新屋 因为新屋计划要开发 从买地 再经过 从各 各 各成政府 审核通过 最快三年到五年 慢的话 八年十年都有了 哇 所以 可以想见 他们现在减缓 这个开发的步调 会直接影响 未来三五年之内 新屋的供给 是 所以这个是一般人 看不到的情况 是是 这是behind 一般新屋的购买者 知道的事情 今天我们来听 Stanley 告诉我们这个 各中的原委 如果大家想要预知 这个新屋的市场啦 或者新屋到哪里去找啊 等等 或者是甚至 Investment Property 请给Stanley的手机 打一个电话 或者是发文字短讯 编辑到4087778900 这个电话号码 是也可以接收 Text Message 可以可以 好 4087778900 现在近段两分钟的广告 马上就回来 资深贷款顾问账码 分析贷款利率趋势 以及最近非常受欢迎的贷款项目 主持人周乐 潜谈 币圈史上最大黑天鹅 FTX爆雷 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独家冠名赞助 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系资深贷款顾问 Charles Fan 分享万通贷款 保持低利率的秘密武器 12月10 11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IRS通胀税法更新 高增值房产 股票省税策略 小业主税末高额省税方案 跨国居民资产规划 免税资产大扩张 无下跌年金大暴涨 掌握好时机 60岁开始领取终身收入 收入终身领 涨终身 万富理财本周六晚 全方位财税奖座 有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文获46个大奖 以望尧共同主奖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GMCC万通贷款 细股最具规模的 华人Dirtlander 贷款业务覆盖全美 45个州经营许可 专金大小额贷款至400万 In-house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GMCC超过500名 专业贷款顾问 欢迎致电免费咨询 1866GMCCWAY 网站GMCCLong.com 电邮infoatGMCCLong.com 欢迎有经验的 贷款顾问 各地分行 区域 周级合作伙伴加盟 JoinGMCC.com 好消息 银行针对 买房贷款 推出Buy Down Option 可以拿到 第一年 低于市场利率2% 第二年 低于市场1% 的超低利率 还有加州政府 推出买房优惠计划 第一次购屋 可减免房价10% 预知详情 请致电张力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微信到 LEE-13591 LEE-13591 它不止记录着时间 它传承着 每一个美好时刻 来自日内瓦的 悠久质表传统 顶尖工艺 每分每秒 与您一同见证 百达菲利的 不朽传奇 百年传统 与时俱进 写下您的永续经典 不只为了拥有 更为了世代传承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您想在湾区找到 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 曾庆安 史丹利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 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 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 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 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 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史丹利曾 408-777-8900 听众朋友 让我们继续 再一次的欢迎 新屋专家 曾庆安 史丹利曾 史丹利 刚才提到了 新屋从申请 一直到盖号 有的要take 三到五年的时间 可是一般的消费者 他们都认为说 我现在不要贸然进去这个市场 我情愿等到看到事情有了苗头 我再下手去投资 不管是自住的新屋 或者是投资的新屋 那您觉得哪一种心态是对的 其实这个是正常人的想法 正常的心态都是说 看到现在市场不好 那我就等一等吧 也许会再掉 就像现在这个股市一样嘛 对不对 现在S&P大概4000点出头 那都比今年年初掉了18%左右了 是啊 可是有些人觉得还会再掉 有可能 有些人分析说 还会掉到前比3600点 还要再低 前面更低的 Who knows uncertainty future 同样这是很正常心理的 可是呢 我现在给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时候进场 是正确的 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呢 我举一下我个人的经验 在上一次市场 房屋市场往下掉的时候 2008到2011那段时间呢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法派物 价钱非常低 可是嘛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按兵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还会再降 事实上是没有错 如果说你2008买 2009又掉了一些 2009买的时候 2010又掉了一些 没有错吧 我在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很多拍卖 我到拍卖场去买到了一个 真是举牌子 举牌子买到了一个 在摩根医的townhouse 摩根医生有一个townhouse 新的 老的 这个情况状况很差的 真的是法拍的 法院拍卖的 17万买到 哇 三房 一个半玉 三房两玉 17万 不大很小的房子 可是那个时候17万买的时候 2009到了2010 大概又掉了一些 掉了16万 可是后来到现在 回过头来看 2022 13年之后 现在隔壁 卖了 大概卖到60万左右 小金库 所以我当时 我可以说我再等一等 等到2010 又降了一些 那那个时候再买 可是那时候可能买不到 因为 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 已经看到这是很好的deal 那时候拍卖的人也越来越 去拍卖厂买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那 我如果说我那个时候没有买 可能现在就一直没有买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再举一个实际上的例子 2011年 开始已经可以看到 几乎已经是最底 2012年已经开始 有一点回头了 所以我在2012年年初的时候 搬了两次巴士团 看房的 记得 看新屋的 我们在这节目上也记过 2012年去黑卧 还有Sacramento 买投资房 那时候是便宜 黑卧才30万出头 Sacramento20万 可是一车40个人左右 绕回来只有大概10%的人买 其他人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们在等 等什么 等房价再低 可是后来到了2012年下半年 房价大概又涨了 5%到10%吧 那些人说 我再等一等 也许会再降回来 等到2013的时候 又涨了10%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等的人呢 他会不会买 当然不会 因为他原来看到30万的 都没买 现在涨了 我为什么要买 对 涨到32万 33万 他说我原来可以30万买 为什么用33万买 后来涨到36万 37万 他更不会买了 所以后来一直涨上去 涨到现在70万 就叹气 对 所以人都有同样的心理 能够在最低买到的人 都是要么就是很幸运 运气好 要么就是有勇气 有勇气 所以我今天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说要等到最低 你可能就会错过 因为最低 知道最低一定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会我们在湾区 这个房屋市呢很特殊 会碰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如果说等到房市回来的时候 股市应该已经先回来六个月 对 这是正常的 Leaving Indicator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利率应该降低了 所以那个时候原来 没有要买房子的人通通跳进来 一下全部人都跳进来 可是房源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就要抢了 所以我可以看见的 就是说在下一波市场要转的时候呢 不只是房价会涨得很快 而且竞争会非常厉害 因为房源严重缺货 我们知道中国人还有亚洲人 在湾区占的比例很高 超过25% 整个湾区差不多27% 750万的人口 大概有200万是亚裔 亚裔买房子有一个特性 大部分都只买不卖 对对对 中国人喜欢买 喜欢积房子嘛 没有distribution 买了以后都不卖 所以我过去这十几年 在湾区看的这个趋势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亚洲人 中国人 印度人买了房子以后都不卖 所以卖的 卖房子的来源会越来越少 我记得二三十年前 我住在Cupitino的时候 绝大部分卖房子的人都是老外 都是老美 现在呢 卖房的室友 室友中国人可是在少数 我很多童年的这些 中国朋友呢 在那边住的都是住一辈子的 要不然就是转给小孩子 所以 房源缺货在湾区 是一个趋势 这是也因为demographics关系 这个人口 人口这个比例啊 造成这个趋势 所以 在湾区 再加上这个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们过去这 二十多年来 建新房的速度 一直跟不上 人口增加的速度 对 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 没有地了 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这些 有兴趣的人 可以跟我联系 我慢慢可以分析一下 所以Staley 我听您这么讲 从过去的历史来听 您就是觉得 买新屋的人 不应该在最低点进场啊 因为找不到最低的 为什么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找最低的 我就等 对不对 我再等 等到明年 等到明年初 一看 还没有起色 我再等 等到明年下半年 还没有起色 等到我真的看到 价钱起来 我在进场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过了最低点了 已经过了最低点 可是最大的问题 不是价钱 而是竞争 那个时候会碰到 就是说 建商人看 我一下有这么多人来买 我房子只能 只有这几户 我那怎么卖呢 就是排队 很长的waiting list 或者说 打帐篷 或者说 抽签 网站一开 马上进去 还是抢不到 或者抽签 或者说最坏的情况 就是要bidding 就是要竞标 这是建商过去 这几年学到的新招数 这个对我们买方来讲 是很不利的事情 可是 这个是会发生的 所以 要等的话 等到的不是说 你可以拿到最低的 而是说你会 会错过 这个 这个现在 是买方市场的时机 你再等下去 会碰到 又马上又回到 卖方市场 那时候竞争非常厉害 那个时候买 又要经过很大的压力 要加钱 然后又会失望 好 我们就用这个空中的时间 来pick up Stanley的想法 真正聪明的买方 要如何克服 这个mentality 心里面觉得说 我一定要等到最低再买 但是明明知道 是不大可能等得到的 就是要控制这方面的恐慌 应该要怎么practice 所以先要做分析开始 分析呢 我们做 我们用传统 这个以数据来做基准 还有过去的历史 来做判断 到底是会将来会是什么情况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可是因为我在湾区住了 40 41年了 从事这一行也32年了 所以吗 可以从过去历史 还有现在演变的趋势 可以推算出来 未来下一个周期会是什么情况 我刚才分析 就是我可以预测 应该会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你再等下去的话 也许价钱会稍微低一点 可是不会在最低的时候买到 等到你买到的时候 就是已经回来 已经开始要抢房子的时候 就是从房价的高高低低 这个价钱的过去的走势 来推算未来的趋势 是的 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千万不要等 对 现在因为是已经是买方的市场 借这个机会呢 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地用 新屋也是买方的市场吗 新屋现在也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建商呢 它开始慢慢会有一些inventory home了 就是inventory home就是建好了 然后还没有卖掉的 因为它卖的速度现在减缓了 可是我刚才提到这些因素呢 会造成说 它这些房子卖掉了以后呢 它就没有这么多货源可以卖了 那个时候它就不降价了 因为要买的人还是有 可是它房源一下减少很多的时候 会有什么情况呢 一样是变成升多州少 只是卖的速度慢一点而已 可是最大的问题是说 一旦市场开始转的时候呢 股票一回来 口袋里面钱多了 粒粒降下来 那个时候可以买房子的人多了 大家都不想要错过这个机会 都是同时跳进来 rush in 这个情况啊 我记得 见过好多次了 2011年的时候 2012年的时候就碰到过 2012年 2011年的时候 很多人想买还没有买 2012年 有一个建商 它在Milpitas推出来一批新屋 新的townhouse 那个时候很多人看到都想要去买 结果一下建商他说人太多了 他就用抽签的方式了 所以这个是我可以预见 未来这一两年两三年之内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大家趁现在还是买房市场的时候 尽快开始行动 请大家记下 Stanley曾 曾庆安先生的电话号码 4087778900 4087778900 真的是这个心里面抱着 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着自己的积蓄能够赚到钱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现在大家应该多多尚未利用是买方市场 所以您准备要买新屋 还是要就趁这个机会 又是年底 然后经济又不是太好 所以正是机会来了 是的 非常感谢Stanley 祝你假期愉快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那么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继续收听 轰护的访谈 马上回来 资深贷款顾问张马 分析贷款利率趋势 以及最近非常受欢迎的贷款项目 主持人周乐浅谈币圈史上最大黑天鹅 FTX爆雷 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Jin 系资深贷款顾问Charles Fan 分享万通贷款保持低利率的秘密武器 12月10 11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是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好消息 银行针对买房贷款 推出buy down option 可以拿到第一年 低于市场利率2% 第二年低于市场1%的超低利率 还有加州政府推出买房优惠计划 第一次购屋可减免房价10% 预知详情请致电张力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微信到LEE-13591 LEE-13591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好消息 西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西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点一下 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湾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着朋友 欢迎您回到戏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今天就到了Goodgame的时间 让我们来欢迎 Goodgame的VP Hong Hu 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非常欢迎你 谢谢周乐 西部国人电台的 多个新的朋友 大家好 最近的贷款市场怎么样 那么最新的经济数据 对于市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请告诉我们 好的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上星期 鲍威尔讲话的内容 那目前呢 只看到劳动力需求和工资增长 放缓的初步迹象 那利率呢 会进一步的上升 那中章利率呢 也会比预期 略高于9月份的预期 那而且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最快12月份 他们可能就会放慢 放慢那个加息的步伐 那也就在我们下个星期的 美联储的会议 那当然美联储他们其实也不希望 通过过度紧缩 导致经济被压垮 大家可能在最近的那个 那个股市的市场已经看到了 那经济呢 现在是可能实现软着陆 那不会有严重的衰费 也不会买汉降息 那所以说呢 他们将会在安全的水平中 先停止缩表QT 那希望缩表之后呢 会保持充足的储备 那鲍威尔呢 上个星期讲话是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 忽然转割 那就在当天的美股是全线上涨 利息开始下调 那我估计呢 下星期的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很高 现在市场的预计呢 美联储本人加息中转率 差不多应该是为5.02% 那可是呢 这个星期的利息开始又 又开始往上反弹上涨 所以说这个市场也就是 反反复复 每次花跌的解释都是他们有理 那我感觉有种被刷了团存转的感觉 我想你绝对不是唯一的这样子的人啊 可是很多人呢 都认为股市在那一段期间猛上涨 是因为他们觉得联储局可能在12月 就是下个礼拜三 决定加息0.5个percent之后 可能就不加了呀 那谁知道未来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继续加继续加 另外一番情况又会发生 maybe这个就是一般消费者的心理吧 又想左又想右 都不知道未来确定的情况 到底会怎么发生 那这种经济的情况 还有CPI PPI CPI和PPI 也在下个礼拜都要报告出来 所以我觉得下个礼拜 的确是圣诞佳节之前 很重要的一个星期 最近的贷款的市场呢 是变化的情况是什么样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program啊 或者是特别的好消息 来带给大家呢 最近的市场可谓是喜忧参半 那10月份的CPI数据 大家也不知道 导致利息大幅度的波动吗 那现在利息呢 反而相对来说 是处于三个月内的最低水平 那当然了 我估计立即在下周期 美联储的会议之后 还会继续上调 那之前跟大家经常提到 那个10%的 Forgible Equal Real Loan呢 有个不好的消息 它已经在我们上个星期 也就是11月30号那天结束了 对 那它的资金的用完速度 比我们预期提早 更快 4个月 是 没错 所以说这些补助的program 是非常热门的 因为申请的人特别多 那个资金很快就用完了 那不过呢 现在没有买到的听众朋友 也不需要7年 那Google就在11月29号 当天我们推出了新的首次买房优惠计划 那这个买房计划呢 是特别用来帮助那些低首付和信用分不佳的买家 那就用我上个星期一个买房贷款来举个例 那这位黄先生呢 他因为债务比较高 那导致他的信用分比较低 他的信用分差不多是低于680分的 那当初买房呢 他的首付呢 是不到20% 那他需要72万贷款 来买他的第一个condo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买一个condo 然后你首付不到20% 你的信用分还这么差 那可想而知 你的利息肯定会很高嘛 对不对 按照之前市场来看的话 你利息可能7个% 8个%都有可能 但是呢 由于这个新的贷款计划 那最后呢 我们给他锁定了一个超低的利息 而且呢 这个利息和那些有40%首付 而且信用分740分以上的买家 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贷款呢 他上个星期进入合同之后呢 估计下星期就能close 所以这个program真的是又快又好 利息又低 那我说他呢 那我说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那刚进入合同 就碰到这么好的贷款program计划 刚刚推出 所以说轻轻松松去帮他 省下几十万的利息 那就像我说的 那所有贷款呢 一定要找对对着金贷款经济 那对着贷款银行 才能可以找最适合你的贷款项目 那当然呢 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咨询 我的联系电话是408-636-5477 408-636-5477 Googain呢永远都是把最好的program在第一手的时间就经过我们这个媒体的平台来告诉大家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Googain的贷款总是那么接地气 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Googain的联系方式哦 408-636-5477 Googain这个首次买房的优惠有什么要求 那首先呢 您必须第一次 您必须是第一次购房者 那这个定义呢 它比较宽松 它只是说在过去的三年之中 您没有任何 你在任何房子 你没有 你没有在任何房子 拆头上 也就是在过去三年中 你没有任何房产 你就属于第一次购房者 那你的信用分呢 只需要高于620分 那这个贷款计划 而且最有特色的一点 就是它是allow co-signer的 那对大家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给你的孩子买一个房 当然我说你的孩子 一样是成年男孩子 那你想给你孩子买个房子 那只要是孩子在这个贷款上 那孩子他在过去三年 没有任何的房产 那您就可以帮他作为一个co-signer 帮他去qualify这个program 那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要帮孩子买自住房 新年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享受到这个 这个那个一个市场的一个补助计划 就是我们股份推出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新的贷款 相比之前的10% forgivable equity loan呢 更容易申请 那主要是因为它的收入要求 比之前更宽松 打理方如果在湾区买房 您的收入只要在120的AMI以内 就是area median income 就可以qualify 那我们就以Snarcar来举例子 那打理方你在Snarcar想买 你的第一套房产作为自住房 那现在线内的中收入 就是这个AMI啊 是100%的AMI 是166,600块钱 那言下之意呢 就是只要您的家庭收入 就是你的qualify buyer 就是你qualify的那个申请人 贷款项目申请人 你的收入如果只要是在199,200块钱以内 您就可以得到补助 而且这关键的一点是 只要是你的基本收入 就是你的based income 低于这个数字 低于这个数字就行了 那我相信 大部分手机购房的家庭 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自己可以查询一下 您所在的线的收入的中位数 那你只要在Google上面search AMI Lookup Tool 然后输入你要买房的地址 或者是你要买那个区域的邮编 你就可以看到了 OK AMI Lookup Tool 好 知道了 是 没错 那就在刚刚黄先生这个例子来讲 那他的收入呢 是超出了原本那个 15%的那个限制 那反而他运气好 等到了这个program 他的低信用分 低首付 反而光会拿到了一个 比正常贷款还低的利息 那利息一比较的话 就一共省了将近 12万8千块钱的利息 那是不是有种因祸得福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说我说每个贷款都需要 按照案件的过程来做一个专业的分析 那如果听众朋友 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联系我们 408 636 5477 那说回这个第三点 就是我现在最excited的一个点 那为什么我说这黄线的运气好呢 就是真的是在同一时间 我们也推出了 就是用新的conforming limit 来做qualification 那这个可能是大家都使用的 因为你知道美国两房 他每一次每一年 都在提高这个conforming limit 那这个conforming limit 应该预计是在明年1月份开始实施的 但是我们google呢 在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让大家去使用了 那conforming limit 可能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如果说在像我们这个 high cost area 就是像什么 那种湾区这边地带的话 你一个unit conforming limit 从原来64万7200块钱 现在提高到72万6200块钱 那你conforming的那个tie balance呢 它也从原来97万上升到了108万9300块钱 那当然 每次你只要买那个房子unit的数字增加的话 那个数位也会增加 那达比方 如果说现在很多很流行的 就是有些单位 他们想低东房 我想买个tie unit 为什么 因为孩子可能想跟父母住在一起 或者是父母想买一个另外一个unit 给孩子去住 那两个unit呢 你就可以达到82万8700块钱 上升到了92万9850块钱 如果说你想做high balance的话 它的最高conforming limit 也提高到了130万9700块钱 这个数位已经相当高了 而且如果说打比方 现在之前像去年买了很多 有些那个four unit的party 他们现在conforming limit 最高已经提高到了209万5200块钱 My goodness 那这么多数字 如果说您记不住也不要紧 大家随时打电话来 咨询 如果说你有贷款 那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问我 那是home啊 那如果说我的那个conforming limit 还是超过了72万6000块钱 或者是还是超过了108万9000块钱 就是一个月内的那个limit 怎么办 没有关系 超过的话 在50万以内 我们应该都会有办法 有办法帮你拿到这个补助 当然也要看每个人收入的情况了 那所以大家记住我们的联系电话 408-636-5477 嗯 真是非常好的program 那各位听众朋友 一定要记住google的热线电话 408-636-5477 是的 而且在google呢 这个conforming limit 其实好处有非常多 那第一点 当然它的利息是比较优的 那就拿最近这两个case来讲的话 它比一般将不容利息 还要低了0.125到0.25% 所以说当然我指的是30年固定了 那而且呢 我们就是我们google是美国两房 审批核准的银行 那这个贷款呢 都是由我们公司内部 直接审批和放款的 审去了很多中间商 您能拿到一个利息 一定是相对较好的 那第二点呢 它的审核的那个制度比较宽松 那打理方向去年 很多别人做不出来贷款 我们就毁度这么旧 那像那种EAD卡的holder啊 或者是LISA已经过期了 那有可能 比如说你是刚刚一毕业的学生 在美国工作时间很短 那又有可能是你是外国移民 像加拿大移民 你的信用纪录不够 信用分不高 我们都可以接受 而且呢 购买自住房 confirm a loan 没有任何预留款的要求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reserve 它的reserve是没有任何要求 它的值为0 而这样的话 就可以帮助到更多 第一次买房的买家 那当然了 我们贷款费用低 而且速度快 也是业界知名的 这件好 由我在这里帮你把关 一定会轻轻松松 把你搞定 你的第一个贷款的需求 这可真的是有很多的例子 都可以来跟大家证明 Hong是如何很勤奋的 很专业的都能够办成第一次购物的人 他们的贷款的项目 好 时间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再继续谈利息 马上回来 德利昂地产12月8号下午6点 与Mountain View Icom Theater 举办免费地产研讨会 CEO Michael Rebka 与您一起探讨 如何在市场变化中 做好房屋销售前的准备工作 敬请登陆德利昂官网 dlianrealti.com dlianrealti.com 报名参与 期待您的光临 IRS通胀税法更新 高增值房产 股票省税策略 小业主税末高额省税方案 跨国居民资产规划 免税资产大扩张 无下跌年金大暴涨 掌握好时机 60岁开始领取终身收入 收入终身领 涨终身 万富理财本周六晚 全方位财税奖座 有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容获46个大奖 以望尧共同主奖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好不容易找到 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 可是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ugain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ugain 德利昂地产 12月8号下午6点 于Mountainview Icom Theater 举办免费地产研讨会 CEO Michael Rebka 与您一起探讨 如何在市场变化中 做好房屋销售前的 准备工作 敬请登陆 德利昂官网 DiliOnReality.com DiliOnReality.com 报名参与 期待您的光临 听着朋友 欢迎回来 既然提到了 这些房子 等等的 这些问题 这个都是 等于一个人的衣服 左口袋就是贷款 右口袋就是房地产 Google能够帮客人 找到房源吗 那当然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Google Maxwell 是硅谷本地 最大的贷款 和地产公司 所以这种房源 在我们公司有很多 那感兴趣 新朋友的话 一定要联系我们 那我们相信 在这个新的贷款 计划下 会加速我们公司 房产销售 那如果 亲友朋友想考虑 卖掉年限的房子 也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 为您保价 护航 用我们Google的 贷款计划 帮您找到更多 合格的买家 那当然 最近呢 我们也在跟 很多agent 在一起合作 因为有些agent 他们现在在筹手 人类贷不掉 他们也在跟我们联系 因为我们贷款计划 可以帮您找到 更多qualified buyer 那我们联系电话 是408-636-5477 那刚刚呢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 这个新的贷款计划 这个计划 其实可以说是 一个接一个 都是第一次买房的福音 那大家如果 按照这样来算的话 就是如果现在 你要买100万以上的房子 都是可以列入到 考虑范围的 因为这个program 都可以qualify 它不像以前 10%的forgivable loan 它还有买家的限制 那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个贷款计划 对于condo 是特别友善 那它给出的利息呢 是和独立物的利息 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且呢 没有以前 20%首付的限制 那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买condo 如果说少于 20%首付的话 你的利息会变得比较差 那反而这种情况呢 你的首付和信用费越低 反而你拿到补助就越多 那另外呢 就是最值得提的一点 就是市场上部分的 condo社区 在我们Google 已经被审批给核准了 那不需要再做 任何的condo review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呢 黄先生那个file 两个星期之内 就可以放款 那帮您在节日前 买到您人生中的第一所房 哦 哇 那Hong 第一次买房的听众朋友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Hong 他的联系电话号码 408-636-5477 那由于利息的上涨 现在refi的市场 是怎么回事啊 哦 现在自从美人储 上涨利息之后 refi现在是大幅度减少 那不过我觉得好 因为你看到现在 那个program在不停的 新的program在不停的推出 我感觉可能到明年的时候 可能refinance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到时候可能 相对来说可能利息会更低 那希望到时候 可能过了第一个quote之后 那美人储 可能快考虑减息 那如果考虑这样的事的话 可能市场就会提前开始反应了 那最近也有这样一个case 那王先生呢 他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 他发现他的房贷的月供 从原来2500块钱 直接上升到了3663块钱 那利息呢 也从原来3个percent 上升到了7.25个percent 那他一开打电话 就让我们帮他找一下原因 那因为他已经联系 不上之前的贷款经济了 那我看了一下文件 我就知道 哦 他原来当初申请的是 那种ARM的program 也就是说呢 他当初申请的是一个51ARM 那他就是说他的利息呢 他虽然贷款是30年固定 但是利息呢 就在前5年固定 那第6年呢 就开始随着市场开始调整了 那而且呢 第一次调整的幅度 可最高可达5个percent 就是在你原有的利息上面 升高5个percent 哦 哇 那现在贷款还是ARM的朋友 一定要回去查一下 你看你的固定利息 是不是要快到期了 如果要在一年之内到期的话 应该马上重来 做一个30年固定的贷款计划 大部分4年前的ARM 都是按照Libo Index 那个来做计算的 那新的Libo Index 都已经差不多是在5.05了 那按照贷款文件里面 这张方式来算的话 那个Margin 一般来说 这种ARM的Program Margin 是在2.25 那Index如果是 如果是5.45的话 你就利息跑到7.7了 因为王先生 王先生他的贷款 他当初在换利息的时候 那个Libo还在5.05 所以他当初利息就变7.25个percent 而且这个利息是每一年都会上涨 那当然了 就是这个利息上得到7.75 相对来说 可能现在比市场利息要高很多 所以说我现在就建议 大家如果现在因为现在利息固定利息 还在7个percent左右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再等了 应该马上refinance 的确是 等到下一波再上涨的话 你的利息可能就是一下子上去 可能就下不下来了 那当然了 我们也期待的明年 是不是到底真的是 不会有refinance的未出现 如果有的话 那也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一级两得 省了月供又省心 当然了具体案例要具体分析 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分研人士 帮你做精准的分析 请联系我们408-636-5477 虽然现在有部分的地区的房价已经下降了 但是average来讲下降的并不多 可是由于利率的上升 也导致很多人 还是这个贷款的affordability不够 或者非常的紧 那让很多的人 特别是自雇的业主 都感到非常的烦恼 对于这种情况 Google有什么好的solution 能够帮助到他们 其实大家如果说看到有自己新的房子的话 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房价太低的时候 我们可谓是想尽办法帮助大家 我们现在最坏的情况下 自助房有不查收入贷款 那他这个不查收入是完全不需要看雇主 或者收入的信息 也不需要核实你W2 也不需要去查你的报税记录 那自助房呢 1到4个unit condo均可 那首付而且只需要20% 最高可以带到300万 那而且这个program最大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还允许使用100%赠予金 就是我说的giftbox来作为贷款审核 那giftmoney呢 你们神奇的一点是 它可以作为首付 也可以作为预留款 就是我们说的reserve非常简便 那几乎呢 只要你有好的信用 在Google拿到贷款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种不查收入贷款呢 贷款的确是非常方便 也容易通过贷款审核 当然了 与此同时它的利息 也比一般正常贷款要高一些 但起码现在可以帮你买新的房子 因为房子一旦错过 可能自贷会回来了 那等将来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时候 或者收入上涨的时候 欢迎随时转 随时找我们来重新重贷 那当然欢迎致电估的热线电话 408-636-5477 那当然了 除此之外 估计我们还有很多的 non-QM program 也就是另外的一种 alternative的一个查收入贷款 那这个基本上是 大家一直热议的话题 那打底方法 就像您刚刚说的 自雇的业主它怎么办 那如果说您在过去两年 报税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但是您在过去12个月之内 银行的流水就是你公司的银行流水 或者是你自己个人的 bank statement上的流水 如果说比较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12个月银行的流水 来做个贷款 那银行呢 也不需要去查你的报税记录 Underrunner只是按照你过去12个月 公司或者是个人银行的账单 来决定你的收入 那如果说您不提供12个月银行流水 我们也可以接受公司去年收到1099 来作为贷款审核 非常简便 那之前有一个例子就是 Jerry他的公司其实已经成立三年 那过去两年报税不是很影响 但是银行账面上的平均月收入 有10万块 那这种情况下来公司主要是有CPA 出具的证明 告诉我们公司的平均发销 跟收入的比例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作为收入来计算 非常方便 可谓是业主的福音 那这个方式呢 适合去年收入较低 但是今年收入较好的公司 银行呢 也不需要看过去两年的平均收入 那业主呢 也不用担心过去报税较低的一个问题 听起来非常好 是的 那第二点呢 如果说你想买一个投资房 那我们也有program 是完全不需要看收入的 我们这个program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DSCR program 就是他这个program呢 完全只看房屋本身租金的收入 其他一概不看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不需要查你的收入 不需要看报税表 只要你有20%的首付 买投资房 信用分高于七百分 就可以拿到贷款 而这个贷款呢 是up to two million dollars 两百万 两百万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有35%首付的话 那贷款额可以最高达到2.5个million 就是两百五十万 对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你想 用这个投资物业 你已经有这个投资物业 我们也可以帮你从投资物业 里面cash out出来 cash out这个到250万 而且最神奇的一点就是 这个房子如果在Title 或者在个人 或者在LLC里面都可以申请 即使是在LLC 也可以申请啊 是的 没错 哦 wow 这个program不看收入 但是一定要看房子本身的租金吧 如果说租金的收入不够怎么办 万区很多投资房 都是negative cash flow的 每个月的开销要大于租金 这个Google有办法吗 也有 这个不是问题 只要是你的信用分在700分以上 而且有25%净值 或者是首付在房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给你贷款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租金低于月供 也没有问题 那基本上这个program 基本上就逆天了嘛 只要你有25%的首付 贷款你的必要的reserve 你就可以申请了 而且这个program最深 最最好的一点 就是外州的房地也可以 这个贷款计划覆盖28个州 所以说想在外资 外州投资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那第三个也是 也是我最想讲的一个 就是Esset Call of Fire 因为就像买车一样 很多人说 你知道吗 现在我之前买车 这利息只有2点几个% 3点几个% 就包括现在才4点几个% 我不想用cash去买 就买房地也是一样 我现在手里面有cash 但是我不想用cash 我就想借钱买 那我们就有asset qualifier 那这个asset qualifier 我们就是计算您现在 一共总共的在账号 银行账号里面资金有多少 只要是这个资金 能超过你的贷款额 一定的percentage 你就可以拿到贷款 那这几个program 都是不需要 填写任何的收入信息 也不需要去查税 就可以给您放款 是不是非常方便 的确的确的确 太好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证明了 google的确是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省心省时又省力 如果在座的听众朋友们 在贷款方面有任何难题 一定要跟homewho来联络一下 他的电话号码是 408-636-5477 408-636-5477 是的 google和maxro 我们贷款和地产 是其他费经理公司 我们也是年年屡创新高 那2022年 虽然说我们说到市场打击 还是不小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今天也是地产和贷款 双波周的一年 那如果说您是一位地产经纪 也欢迎加入我们 一起为客人做贷款 那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那当然联系我们google 408-636-5477 那当然就像我说的 现在大家一定要抓紧 这个program 每次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说的 那个第一次买房的补充计划 这种计划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熟的 那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一下子没有 就好像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10%的那个 那个投资国equal loan 原本是以为明年才会没有 不然是前几年就没了 所以说在座听众朋友 然后问大考问题的话 或者需求 请联系我们408-636-5477 非常好 非常感谢Hone再次的给我们讲了 这么有实质意义的这些program 还有市场的情况 谢谢您 祝您加持愉快 我们以后再见 拜拜 谢谢 再见 拜拜 听众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再见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片帝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